好,那除了这个60Hz的干扰以外,其实因为讯号真的很弱,所以其实很容易受到其他的这些杂讯的干扰,包含了其实磁场的变动也会造成我们的讯号干扰。 我们都知道说那个电池本一家,就是磁场的变动会造成电场,电场的变动也会,电场也会诱发出磁场的产生。 所以我们今天量设是电讯号,对不对,除了刚刚的这个感应电会造成干扰以外,只要我们周边有一些固定的磁场存在,比较强的磁场存在的话,它也会产生一些电场的干扰。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一般来讲连接的是左右手嘛,对不对,左右两手接到我们的心电突击,所以这两个是导线。 OK,然后呢,人体,我们说人体本身也是导体,所以你看,这样整个环状起来会变成是全部都是导体所连成的一个封闭曲面。 OK,那这里只要回到高中物理就好了,当你今天在一个封闭的导线圈里面,有磁场的感应的时候,就会怎样? 产生电流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电流就会产生,而且这个电流产生的大小可能跟你的这个面积是有关系的, 跟这个导线的线圈的面积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其实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可能会遭到一些额外的杂讯干扰。 因此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包含呢,我们其实可以想办法减少这个面积,那人体没办法折叠了嘛,对不对,你能够动的大概就是导线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导线在接近人体之前的这一端呢,都用那个螺旋的方式,交错的方式,减少他们的一个空闭面积,用这样子的方法呢,就可以减少感应电流。 OK,这是一点小小的一个技巧,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心电图机上面,我们会,就是外面临床用的心电图机上面,我们会发现,前面的导线其实是有交缠的,它的最主要目的是这样子。 OK,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其实都是只讲两个量色点之间的一个电位差异,来当成它的那个心电图,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即便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还是有一些common mode的讯号,可能会造成,也可能,应该说,还是有一些60Hz的讯号,并不属于common mode的讯号,因此通过了differential amplifier以后,它照样还会被放大。 OK,所以,我们有一些方式呢,就要把这个,尽量的把这个common mode的signal,或者是把这个60Hz的signal呢,尽量的压低,怎样的方法呢,就是有一个方式比较常见的,叫做driven right leg,右脚等照接地这样子的一个方法,OK,我们现在来看图形是这样子的,我们一样的左右手是我们想要带侧的量色电位,OK,接入到我们刚刚的differential,IA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的那个, 这个输入级的部分,只是呢,它在输入级的部分完成之后呢,它额外的去,并联这两个电阻,然后呢,取它的平均电位,这两个电阻的作用,就在于做一个平均值,OK,去量测出,现在目前输入的common mode signal到底有多少, 因为这个common mode signal呢,主要是由60Hz所造成的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这个地方所反映的就是你的common mode signal的大小,也是60Hz的干扰源,然后呢,它量测出来,它要做什么呢,它其实是接上了一个反向放大器,在这个地方,这个东西其实是类似一个,非常类似一个反向放大器, 它接上了以后呢,再把它送到了体表的表面,那在这个示意图里面呢,我们是接到右脚,可能有人会觉得说,那干嘛要接到右脚,接到别的地方不行吗? 首先,通常在导线连接的地方,我们通常会用四肢来表示,因为这些是最容易接的位置,所以你没有,那些事情不会接到心脏上面之类的, 哦,因为有,总是要穿衣服嘛,对不对,所以四肢其实是最容易,最容易assess的这个接触点,再来呢,在标准的这个指导电析里面,我们惯用的其实是左右两只手和左脚,嘿,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是左脚,因为当初定义就是这样,Ensofen在定义我们的三个主要的量测指导的时候,它就是选择左右两只手跟左脚,OK,所以左脚被用掉,我,就只是按另外一只指导, 所以它这里用Driven Right Leg,用右脚来表示它,所以请注意一下,并不是规定说你一定要回传到右脚才算数,所以它其他脚都不行,不是这样子,它只是要找一个适当的回传点,为什么要把它回传呢?因为这个反向放大气之后,回传以后,可以想办法把我们的VCM,我们刚刚说的Common Mortgage,也就是绝大部分都是60Hz这个部分呢,给抑制掉,换句话说呢,你如果原本产生的 原本所产生的这个Common Mortgage Signal是正的,正的杂讯之类的话呢,经过了适当的放大以后,反向放大以后,变得负的,然后回溯到你的身体来,然后他们会产生一个Negative Feedback的效果,把这一个Common Mortgage Signal给想办法压制住压低,OK,当你的原本的讯号员的这个Common Mortgage Signal被压低了之后呢,因为 因为Impedance的不对称,所产发,所诱发出来的60Hz杂讯,在Differential Mode这个成分呢,也就是在两个输入端点的差异这个成分呢,也会随之减少 OK,因为他们的最终的来源,都是在体内所诱发的这个共模讯号 等于是说呢,它就有点像是去直接去把这个原本的这个杂讯的来源,想办法把它去缩小压制它,怎么压制呢?就是去调整这个RF的大小,来控制Feedback的这个比例,然后想办法把它给抑制掉这样子 那它压得越小的时候,它差异的部分,两只手里面所量测出来的差异部分,也会跟着变小 OK,那自然而然,你最后的输入讯号就比较不容易受到Common Mortgage Signal的影响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有点复杂,请各位稍微理解一下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也顺便注意一下就是说,其实把人体直接接地是一件很危险的行为 因为如果今天没有什么感应电流那就算了,但是直接接地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人体的皮肤表面的某一个点,然后跟地线连接在一起 那只要在这个时候,你的人体接触到,或是感应,不太可能是感应到,而是接触到一个高电位的话呢 那这个高电位很有可能会寻由人体的路径,直接流到地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等于是瞬间会有很高的电流通过你的身体 所以它很容易有可能会造成休克 为什么,因为其实就是通过心脏的部分,会对你的心脏造成非常大的负荷 然后可能瞬间,大家都一起收缩之类的 那就会造成身体的一些休克,或是肌肉的筋软,或等等其他的状况 电流再大的话呢,甚至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烧灼的现象 OK,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刚好呢,藉由刚刚这个Dreameride Leg的电路,你会发现 虽然我们都接在一起,但是请看一下接触点 他们都是直接连接到,有任何的接触点是直接连接到地线的吗? 其实没有齁,你看,左右手的没问题 它是直接接到Amplified Input 所以它跟地线之间有很强的Input Limitance 所以这部分不会有问题 以右脚的部分呢,它有直接连接到D吗? 其实也没有,因为它是经过这一个 呃,右脚皮肤的等效电阻,R sub,RL 之后 再回连到这一个Inverting Amplified OK,所以起码呢,它在地线之间还有看到这一个RF、RA这些电阻 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些电阻的时候 通常都会选择到比较大的一个数值的等级 以防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状况发生 以防你的身体可能摸到了某一个高电位的部分 那个地方可能觉得没有做好累积的一些静电之类的 瞬间产生极大的电流 会冲击到你的身体的健康 不过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你就是除了自己体内本身的电阻阻抗以外 还加上了外部电阻的一个阻抗 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一个瞬间穿透的电流 电流小,对身体的影响就会比较小 OK,就比较不会造成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些伤害等等 好,所以讲了一大堆 我们终于把基本的量色电路完成了 好,所以整个EZG的量色电路 它大致上都会发露这些架构 虽然不一定百分之百每一个都会用到 但是绝大部分都会有 发露是什么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这边写了很多缩写 不过我想重点是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元件 就是这些步骤到底在做什么 首先第一关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 它做插动放大提供一个很高的CMR 可以去除这些60Hz的干扰 但是去除完以后呢 可能还是有一些 所以有时候会需要一些回收的电路 像DrivenRidex这样子的电路呢 去抑制Common Mode Signal 所以这个地方有时候可以加 DrivenRidex上你今天的这个环境里面的Common Mode Signal 到底有多强 那不管怎么样子呢? 搜出来的讯号放大了之后呢 我们还是会经过一些适当的滤波器 以避免这些观察平台之外的这些杂讯源干扰到我们观察的结果 然后呢你可能像我们刚刚其实都只有量测单通道的讯号嘛 所谓单通道就是我们今天只有量测左右手的差异而已 我只有一个Output Signal而已 所以可能还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同时想要量测很多个位置的讯号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传统的标准的Anthelman Triangle 这个量测心电图的这个三角形呢 它其实量测三个点的电位的 之间彼此的电位差 所以它至少可能要输出两到三个讯号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到一些Syncrane 跟Holding这样子的一个电路 Syncrane其实就是取样嘛 对不对? 取样让它变成是数位的讯号 那Holding的话呢 就是你取样完了之后 你可能会有两个讯号员你需要轮流取样 这样子的一个 或是三个以上的讯号员你需要轮流取样 那在取样的过程当中 你不希望改变它的天路特性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经过的数值的量化以后呢 就是ABC的过程 你就得到了数位的讯号 有了数位讯号以后呢 你就可以使用所有这些数位系统的核心 包含像微处理机或是嵌入式的这个处理器 然后来去处理这些数位的讯号 包含了显示或是截取一些资讯等等的 那最后你也可以把它收起来 然后儲存在你的PC里面等等的 OK 所以这大概是我们整个的讯号处理的一个流程 那这边也只是只有讲到一些而已 在临床上的设备来讲 为了安全性的起见 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呢它怕触电这个 issue 所以在那个量测电路跟量测的人体之间呢 通常往往使用的放大器是具有隔绝功能的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放大器这个地方 如果有漏电的状况之下 是不会影响到人体 因为它们是有一些isolation的 OK那isolation的方式有很多种 这个可能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查一下 另外呢我们在量测的时候 难免有时候会遇到电极脱落的现象 即便我们还是把它黏得很好 不过有时候还是难免会脱落 那甚至比较高级的这些设备还会告诉你说 你现在的接触点的部分是不是有问题 OK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Leak Fail Detection Leak的话是那个电极的意思 Fail就是当然就是失效 OK它可以侦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它告诉你说你现在到底是不是 真的接在一个人体上面 还是说你现在根本就是空转的状态 OK那还包含像BestFind Restoration BestFind的话是两色讯号的一个 就是一个基本的这个讯号原理 通常来说我们在量测讯号的时候 都会把DC的这个Turn给拿掉 那不过有时候我们一些讯号 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Ease Voltage 所以它可能是都会受到 这些周遭的干扰和变动这样子 那比较好的机器其实会根据这一个 随着时间的变化去重新自动调整这样子 OK 甚至后面的一些Calibration 校正的功能等等的 所以其实要做成那台机器 还是没有那么容易啊 虽然我们 我们还是可以使用我们电路实验室里面的 元件接触这个新电图 不过一般的新电图的造价来讲的话 可能都是数千块或是甚至上万块不等 跟它的那个在安全上面或是精准度上的要求 会有很大的关系这样子 好 到目前为止 差不多了 但是还没有结束 我们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只有讲到单通道 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下多通道 OK 有提到就是我们的人体里面 好像有一个 Ensorbent Triangle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要回推到我们再介绍 今天的课程一开始的地方 我们说我们今天量测的是 就是新电图的电位嘛 对不对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在体内 随着时间变动的电偶极 那电偶极既然是Electric Power的话 它其实是有方向性的 这个方向性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我们之前说量测的新电图 最常使用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右手到左脚这个连线的方向 原因是因为这个电偶极 新电图所产生的电偶极的变动 绝大部分是发生在这个方向 也就是说 ECG的Projection在这个方向 其实是最大的 但是呢 你如果量测Projection的结果 只有量测这个投影的结果 换句话说 其实你也lose掉了一些资讯 它可能有些讯号 电信号的变化的时候呢 它是跟这个Projection 不是那么的平行的 是有一些交角的 但是你只能量测它 投影的结果而已 其他一点 如果今天电信的变化 刚好垂直于你的量测方向的时候 其实你是完全看不到的 OK 如果我们能够接收到更多的方向 它的量测结果的话呢 我们越能够了解到 这个ECG的变动是如何的 对于心脏运动的判断 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解读 OK 所以 传统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量测芯片图 除了左右手以外 通常还会有另外一个指导 就是在我们刚所提到的左脚 这个呢 我们有时候会把它叫做 三加三标准指导 其实它只有三个指导而已 就是左右两指手和左脚 那后面这个加三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三点的电位 去延伸出其他三个电位 等一下我们会说 那我们把这三个电位的 相对位置把它叫做 Anthorfen's Triangle 这在很多的生理学课本都会看得到 除此之外呢 这个Anthorfen's Triangle呢 它基本上就是会 可以让你看到 这一个电口旗在 这个平面上面的 变化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这个平面的话 就是Corno View 就是各位看到我的这个平面 OK 但是我们知道 人体是在一个三度空间里面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新电的方向会在这个平面上 可是有时候可能 不在这个平面上面 它可能是沿着这样跑 OK 或者是沿着这样子跑 它有一些地方 可能不是在这个平面上面 所以你要更了解 这个三度空间里面的资讯的话 你可能它需要 另外的平面里面 另外一个维度里面的 projection的结果 像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会用 胸导Chess Leak 来完成这件事情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Anthorfen's Triangle 其实 刚刚的图里面 早就已经出现了 Anthorfen's Triangle 里面呢 它基本上会有三个 两侧点 OK 它分别定位在肢体上面 或是肢体上面 分别是左手 右手 右手 和左脚 通常电极粘贴的位置 都是在肢体的末端 比如说手腕啊 手肘 类似像这种地方 都在末端 因为方便 但是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它拉近到 心脏的周围 所以这样看起来 好像就是一个三角形一样 那根据这些量测出来的电极呢 我们可以定义出三种电位 因为每两个电位 就会有一个参考电极嘛 那C3取2的话 你就有三种排列组合 所以你会有三种电位 这三种电位 分别是League 1 League 2和League 3 他们的关系是4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些 那个极座标图 来表示它的方向 League 1在哪边呢 League 1在这边 它表示的是 左手相对于右手 的电位 OK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量测的 你把LA 这个地方 左手的讯号 去减掉RA的讯号 其实就是League 1 OK 嗯 写一下好了 好 那其实在我们图上面 它也有用一些标示 来告诉各位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向上的三角形 这边有一个向下的三角形 它表示的就是说 League 1的话 是由这边 相对这边 所量测出来的结果 好 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League Arm 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Right Arm OK 那League 2在哪边呢 League 2呢 是 左角相对于右手 所量测出来的讯号 所以League 2在这个方向上面 OK 左角相对于右手 OK 那League 3呢 就是刚好剩下那两个搭配 是 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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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角相对于 左手 左手 不是啊 左角相对于左手的讯号 OK 那 那 虽然有点比较不清楚 不过 各位可以在这个三角形上面 看到一些正符号 它代表就是量测的一个极性 这样子 OK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今天你有L1 League 1 League 2 League 3 这三个讯号的话 哪一个其实比较像我们观察到的PQST的波形 或者说哪一个所量射到PQST的波形 其实会最大 其实是 League 2 这个讯号 不是League 1 而是League 2 因为这一个方向跟我们 心电图变动里面最大的PQST的这个方向 其实是比较平行的 比较一致的 也就是心脏常着方向 这比较一致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个指导 那我们刚好提到 有时候我们会讲3加3指导 原因就是因为除了League 1 到League 3之外 它还有三个另外附加的这个指导 OK 我们把它叫ABR、ABL和ABF A的话呢 是augmented的一个简写 它代表的就是辅助的 额外的这样子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可以让你知道 其他的极坐标上面的投影结果 原本的League 1、League 2、League 3 大概彼此之间夹角是60度 就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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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ABR、ABL和AVF呢 它其实只是让你 多吃到了另外三條線 三個projection的一個等效的投影結果而已 其中所有ABR來說的話 它其實就是拿right arm去剪掉另外兩個安毫電位的總和 應該平均值不是總和 它其實是這樣子 AVL呢 紅利可堆它是拿左手相對於右手和左腳的平均點位 最後AVF F代表是腿 就是腳 它就等於leg相對於左手和右手的平均點位 所以其實它並沒有真的去增加任何的量測電極 它只是給你不同方向的projection而已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3加3的一個標準指導 正這樣子我們通常就可以得到六種不同的輸出結果 可以好 好那我們剛剛說的這3加3支導基本上是在這個chronovue上面的一個投影 它沒有辦法知道另外一個方向的投影 即便這個方向的投影好像比較少 但是其實它還是會顯示出一些不同的資訊 好因此呢我們在如果想要知道更全面的心臟跳動的資訊的話 我們通常會加上 胸導 那胸導的貼的圖示的位置呢 大概就像這個人身上一樣 這個在那個一般的臨床上面比較少用 但是還是有齁 只是說如果今天你只是簡單的去做心臉圖的話 可能還不會用到胸導 通常是心臟科要做一些比較精密的檢查的時候才會使用到 它貼的方式大概第一個貼點V1這個貼點是在你的胸骨的右側 好在兩個肋骨之間 OK然後呢V2呢就在胸骨的左側 也就是靠心臟那一側 OK然後在依序 依照適當的間隔 等到V6的時候大概是在你的腋下的位置 就等於繞了四分之一圈 OK 所以這一個 右邊這張示意圖代表就是說 現在在V1到V6 它所兩側到的projection 是在哪個方向 請注意一下 這個 坐標的左邊是你的右手 坐標的右邊是你的左手 是左右相反 OK 所以你可以看 把這兩個圖想要稍微比照一下 大概就知道 你現在可以看到的是哪一個部分 也就是你其實可以知道V6其實是蠻像V1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有去做新鮮圖的話 你的量子的結果大概就會是像這樣 OK 做完新鮮圖的話就會給你一張圖 OK 上面大概會記錄2到3個新鮮圖的周型 然後你可以看到呢 它大概分成12個等份 OK 這12個等份包含呢 你看V5 column的話是Lit1到Lit3 然後是ABR到ABF 然後呢 右邊的部分就是V1到V6 這裡有什麼 你可以看到每一個其實量測出來的 都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以我們的ABR來講 就是看最左邊這三個裡面 你可以看到 其實真的 V2它的ABR其實是比較大的 比你的V1還有V3都還要大一點 不過它們大致上都有非常類似的特徵就是了 只是在量測極性的定義不一樣的時候呢 你可能有時候會看到 Polarity Inverse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什麼 ABR 對不對 ABR在哪邊 是 右手的電位相對於左手和左腳 對不對 的電位差 所以這邊為正 這邊為負嘛 對不對 那Lit2呢 這邊為正 這邊為負 因為我們剛剛說是左腳相對於右手的電位嘛 所以換句話說 它們兩個幾乎是Inverse的 當然還是有差一點角度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正幅來講的話 其實是反過來的 它的R wave P、R和T都是向下的 OK 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好啦 那總算可以量到心電圖啦 對不對 所以事後的話就是後續的一個訊號處理了 因為我們心電圖的後端通常會把這個類比的訊號轉換成數位 可以來進行一些其他你想要的功能 包含像紀錄啦 或者是綠波啦 或者是頻補上面的分析等等的 OK 或者是你也可以經由現在各種不同科技的一個配合 像無線電啊 用無線的裝置啊 去傳輸 甚至做遠端醫療的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OK 這就是它的一些後續的一些應用就是 OK 好 所以它會Summer一下 我們身體放大器的話呢 它的需求 在設計的時候可能都要 注意一下這幾個事項 OK 包含了最重要的你要能夠放大訊號 放大訊號的同時呢 要去抑制你的雜訊 不然單純把訊號和雜訊一起放大 其實對你來講用圖精力不太大 OK 除此之外呢 因為在量測的Sensor的地方呢 可能都具有高阻抗 包含了皮膚的部分也是高阻抗 所以呢 你可能需要有一個高輸入阻抗 還有Input Impetence 來去達到比較好的傳輸效率 那此外呢 你不是量完就結束了 Amplify不是放大完就結束了 後面還會再接上很多的一些量測的電路 包含像Filter等等的 所以這個 Output Amplify需要稍微低一點點 在安全性的考量上面呢 你的Isolation還有你的Grounding 要做的比較好一些 以免在量測的過程當中 結果自己就速電了 這樣子其實是反其道而行 OK 然後呢 你可能會需要有一個適當的頻寬 來去擷取這個你想要的生理訊號 因為我們知道所有的生理訊號 都有它所對應的這個工作頻寬 OK 那在這個頻寬附近 通常需要有蠻好的一個Gang OK 好 那在抑制那個Column Mode Signum的部分呢 反應的就是你需要有 比較好的一個CMRR的一個設計 能夠去放大這些插動的訊號 抑制這些同樣共模的訊號 OK 那最後呢 你可能會需要一些校正 來進行那個機器的一個維護 以及保養等等的 OK 好 這以上就是我們在Amplify裡面 所要講的內容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OK 所以我們就 不囉嗦 直接進行那個訊號處理的部分 請注意一下 在上個單元裡面 其實 做完了這些 Amplify的部分之後 其實還是可能會需要一些 filter的設計 不過我們講過這個部分 可能就 留帶給各位去尋找 我們在放大器的部分 就是到此結束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想要處理的是 當你的訊號放大完 濾波完 經過了數位的轉換 你變成是個數位型態之後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做 我們有哪些 訊號處理的方法可以應用 來獲得更好的資訊 所以我們會focus在這個部分 那當然後續可能還包含了像一些 巨樣數據的一些比對等等的 或者是輸出啦 或者是這個內容的一個傳送 那那個可能就已經不在我們的 這個範圍之內 這堂課程的範圍之內了 我們比較focus在這個數位訊號處理的部分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訊號處理 那訊號處理的話 隨著訊號的這個特性的變化 其實可以用下面這個圖來表示 OK 以我們的身體訊號來說呢 絕大部分 應該沒有99.9% 也有99.5%吧 全部其實都是類比的訊號 包含像比如說 你今天到底要量車壓力的訊號也好 或者是要量車這個電訊號也好 它在人體身上的時候 其實都是類比的 那跟類比相關的意思就是數位嘛 對不對 我先請問一下各位 類比跟數位有什麼不一樣 你要怎麼樣跟大家解釋類比訊號跟數位訊號的差異 其實我已經寫在上面了 就是我們講的第一行 最主要就是那個差異而已 通常來講類比訊號的話 它是在時間上面是一個continue signal 或者是在廣一點點的話 它其實不管在什麼維度上面 它其實都是一個continue signal 它是連續性的函數 它是連續性的函數 那數位來講的話 我們把它說它是discrete 連續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任何兩個不同的時間之內 或是兩個不同的單位之間 你還可以找到第三個單位 在這兩個單位之間 這是連續性 你永遠可以做出這件事情 所以在兩個integral裡面 在一個固定的時間差裡面 你可以分出無限多點 discrete相對於continue來講 我們把它翻譯成離散 離散意思就是說 它的取樣其實是有固定間隔 它只有在特定的時間點上面 或是特定的位置上面 它才會有response 才會有數值的一個對應函數出現 其他的地方是沒有的 OK 所以就是discrete OK 好 那 其實它大概有 稍微要回答到 我下一個想要問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用數位 為什麼類比不好 你要把它轉成數位 我們剛剛說的 絕大部分的生理訊號都是類比的 不管是你的電訊號 或是血壓訊號 或是血流速度訊號 或是溫度訊號 whatever 我們提到了目前為止 所有的訊號 其實都是類比的 even是在你神經裡面 所傳遞的動作電位 它其實還是一個類比訊號 只是它的刺激型態看起來很像是 它的工作型態看起來很像數位訊號而已 因為all of non-low的關係 不過它還是一個類比訊號 為什麼我們要把它轉換成數位訊號呢 你要不要先回應一下 其實你剛剛講的第一個是OK 你說數位訊號比較怎樣 電腦比較容易處理嗎 類比訊號電腦可以處理嗎 OK 其實你可以講的更直接一點 電腦只能處理數位訊號而已 你所謂的我們可以數位類比訊號 都需要經過數位類比的轉換才行 所以 數位訊號可以被電腦所處理 但能夠被電腦所處理有什麼好處 快速方便 按分壞速 OK 十真很好 其實這個同學大致上 把數位和內體的熱身都稍微講出來 為什麼我們要把它數位化呢 因為我們可以用數位系統 也就是電腦來處理它 為什麼人處理不好嗎 為什麼要數位系統來處理 不是不好 是因為數位系統計算速度很快 當你要它重複同樣的動作的時候 這就是電腦的長處 所以它很適合用來做大量的一些數據的處理 特別像是像我們的數位訊號 如果當你的取樣頻率是1kHz的時候 1kHz的意思代表是每秒你就取樣1000比數據嘛 對不對 你要對這1000比數據去做運算的話 你要用手算量算到什麼時候 對不對 隨便一個加減法就已經搞死你了 但是 電腦它不僅可以做加減法 所有的這些 你講得出來的預算 它全部都可以處理 而且還不是只有一秒鐘而已 因為譬如說你量測信念圖 你起碼量測的兩三秒或五秒十秒之類的吧 對不對 但是它不管你量測多久的時間 它都可以幫你處理 甚至像24小時信念圖 你也可以全部丟給它處理 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能搭配記憶體這麼大 運算速度這麼快 不會怎麼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些routine work 交給電腦速率其實是最適合的選擇 但是都交給它就好了嗎 OK 就是我們剛剛問的第二個問題 使用數位訊號到底有沒有什麼缺點 其實是有 所有的類比數位的轉換過程當中 其實都會伴隨著施真 為什麼 因為它在時間軸上面 它需要取discreet signal 所以它一定有一些訊號 load style 此外呢 在縱軸部分 也就是它強度上面 它也需要做數位化的過程 就是我們說的量化 量化意思就是說 它的強度只能夠用有限的 或者有限的label把它記錄下來而已 那問題是類比的訊號 或是continual signal 它的output其實並沒有這樣的限制 因此你把它轉換到只剩下固定幾個 label output的時候 你一定會面臨到失真的問題 OK 所以在這個轉換過程一定會失真 只是呢 如果失真的成分 是在我們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內 比如說呢 我們在取樣的時候呢 遵守取樣定理 OK 我們可能可以恢復原本的訊號 在量化的同時呢 我們可以使用更多的bits 來記錄它的內容 我們就可以減少量化 有造成的量化失真 OK 在這樣子的轉換之下呢 你可能好處會多於它的快速 OK 那就代表你的數位處理是有用的 OK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會在這個地方稍微強調一下 analog跟digital的不同 因為analog其實是我們現在要處理的聲音訊號的本質 但是在這一張裡面 我們所處理的訊號都是digital的 OK 都是數位化以後的結果 還記得剛剛那張圖嗎 對不對 我們是在ADC以後這個圖之後 這些東西才拿來做數位訊號處理的 OK 所以它還是會有一些不太一樣 雖然它的記錄是一樣的內容 雖然它的記錄是一樣的內容 但是它的一些特性是不太一樣的 那甚至在我們剛剛的三張裡面的量測電路 量測放大器也好 量測的濾波器也好 量測的濾波器也好 裡面跑的這些電訊號 其實也都是類比的 一直到經過了ADC之後 送到我們的微處理器 或是送到我們的數位系統的核心之後 它才會變成數位的這樣子 所以這兩者的處理的位置 還有它的角色請各位稍微要區分一下 OK 所以在下面這個地方呢 大致上是描述了整個訊號處理的流程 左邊呢 代表的是生理訊號一定是連續性的 所以它是Aso期的函數 時間的函數 那怎麼樣讓它變成數位呢 就是一定要經過Sampling的過程 嚴格來說 其實還要經過Pontization的一個過程 這樣子它才會變成是一個數位的 一個訊號 或是Discrete Signal 那這一個Signal 被我們電腦所接收了以後呢 就可以開始進去 玩任何的數學的計算 那這些所有的數學計算加點整組呢 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數位訊號處理 那數位訊號處理 那蘭克就是要告訴你說 你要做怎麼樣子的運算 才會得到怎麼樣子的結果 或者說你要怎麼樣去設計這些 才會想要的東西 OK等等的 或是它的Penalty是什麼 OK 這其實就是我們在數位訊號處理要學的東西 那最後這個處理的過程出來之後 Y呢代表是你最終想要的結果 你可能只有一個想要的結果 你有可能很多個想要的結果 不一定 那我們這裡直接用Y來統籌 那基本上它應該還是數位的內容 那其實到這個地方已經可以結束了 已經可以拿去存或拿去傳了 都沒有問題了 只是呢 如果你現在需要讓它做Display的話 也就是你需要把它重新合成一個 成一個類比訊號來去做顯示用途 或是做其他的刺激用途的話呢 你可能需要經過另外一個步驟就是Synthesis 就是合成的訊號 把它轉換成一個 重新轉換變成一個類比訊號 隨著時間而變化的訊號 這樣才有辦法繼續做輸出 OK 不過最後這個步驟呢 其實對於 在醫學工程領域裡面來講 最後這個步驟可以是可有可無的 就是 Depend上你今天的Application是什麼 你今天到應用在什麼部分 有時候不一定會走到這個地方 有時候到這個地方就已經結束了 或甚至到這個地方就已經結束了 換句話說呢 我們今天 這個在這個top裏面所要介紹的內容 包含的Sentering 包含的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但是後面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就因為時間的關係 會省略掉 因為並不是那麼的必需 OK 那這個 我們為什麼要特別花 三個小時的時間來講 這個視率不討好的內容 就是說 其實它其實在整個 醫學訊號的處理裡面 其實還是扮演的蠻重要的角色 我們自然希望量測出來的結果 就已經是 一看就可以知道它所代表的意義了 但是其實還是有很多的生物資訊 是沒有辦法顯得意見的 就是說我不是只有看到EC區以後 我就知道背後所有的事情 我們藉由更更仔細的運算 我們可能可以獲得更多的資訊 譬如說像有人就在計算 應該這樣講 EC區的話看到 我們可以經由RWave所出現的這個間隔 我們就有換算出心率 對不對 這很簡單 所有人都會算 可是問題是呢 這個心率代表了什麼東西 有沒有什麼樣的資訊 會透露顯示出來呢 像有人就會去計算 隨著時間心率的變動 變動的程度和變動快速的程度 我們把它叫做心變率 心變異率 這個東西後來也被發現說 它可能跟臨床上面的一些表現是有關係的 OK 那這個東西如果你想要計算 心率隨著時間的變動 這個東西其實就沒有那麼直覺了 我意思是說 它不是你直接看了一個心電圖 你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你可能是要隨著長時間去記錄這個心電圖 然後去記錄它的改變的這個趨勢 以及它改變的速度等等 你才能夠更了解這些 更深入的這些生理資訊 所以生意訊號處理 其實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它希望從我們原本量測到這些原始數據裡面 去萃取出 去截取出 更有意義的這些生理資訊 去把它簡化 或者去把它濃縮等等 然後呈現出來之後 能夠應用在這些 不管是醫學或者是 應用在生理的研究上面 OK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其實蠻多的 包含了像消除雜訊 增強訊號是最簡單的 對不對 增強SMR 對不對 還有濾波等等 也包含了像一些特徵的截取 最簡單的特徵就是讓我們剛剛舉的例子 把ECG裡面的R波抓出來 這其實就是一個特徵截取 Rwave就是你的特徵 只要你定義夠清楚的話 你就可以把你的這個特徵 character把它抓出來 把這個feature給抓出來 那此外呢 比如說在圖樣辨識上面 也是訊號處理在做的事情 最顯而易見的應用就是像人臉辨識 這個人臉辨識這個feature 其實已經被做了很多年了 做了應該說是幾十年了 那現在也已經非常成熟的應用在 我們的多媒體技術上面 包含各位使用數位相機 直接可以看到你的相機可能在對焦的同時 會把你的人臉抓出來 甚至會根據那個人臉所在的位置去做精密的對焦 這其實都是在數位相機裡面的這個CPU 他們自己做計算去得到的結果 就是它根據這個人臉的特徵 去抓出這個 在這個像 這個成像範圍裡面到底哪邊有人臉 欸 順便問一下 各位知道要怎麼樣知道人臉在哪邊嗎 人臉特徵的通常來講都根據什麼東西去 去extract這個人臉到底在什麼地方 有人知道嗎 有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膚色 人類的膚色 雖然我們有很多不同的人種 但是其實我們的膚色的範圍在RGB的這個 攝像圖裡面其實範圍並不大 所以人臉的膚色是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再來是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是兩個平行位置上對稱的東西 這個結構在一般的景物裡面也是很少見的 而且你可能人的頭髮有長頭髮有短頭髮 或什麼的樣子 不容易發射 但是通常來講 你在照相的時候你不會遮住自己的眼睛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時候會抓失敗 那有可能是因為你眼睛其實沒有入鏡之類的 所以這個其實是非常很重要的signature 包含鼻子這個部分 這個地方是很重要的signature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應用 那當然就是說更進一步來講 我們會希望跟在醫學上臨床的應用會能夠接上線 也就是說怎麼樣子的病人 他所呈現出來的生理訊號是怎麼樣子的形態 我們可不可以把它的特徵都抓出來 更進一步來說呢 我可不可以隨便 我可不可以累積出足夠的資料庫 所以呢 我再量測到新的病人的結果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對我的資料庫裡面比對 你找出他是屬於哪一類型的病人 他需要的治療可能是怎麼樣子的 他的癒後程度通常可以多好 這都其實都是在生理訊號裡面想要做的事情 不過大家放心 我們不會講那麼多 我們大概只會講第一條而已 OK 好 好 所以我們先捨取一下 再繼續